大家好,我们期待已久的全球首创 加热物化机终于到了 那今天呢,我就来给各位演示如何搭配加热物化机 来使用我们虫草多糖溶菌梅溶液 这次的包装呢,改成这种真筒类型的 直接注射下去就可以了 那同样一管呢,我们是有10个毫升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如何使用吧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一盒里面 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适配器adapter来的 充电用的,OK 然后呢,重点呢,就是这一盒 打开来,我们把打开 然后这里打开 哇,它里面呢,首先有两set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口罩 这个还有成人版的,跟小孩版的 OK,这样子,有两set 然后呢,有这个细嘴 有一个锡嘴 然后还有一个物化杯 这物化杯里面呢,有一个可以拆开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是一个硅胶 硅胶,然后还有一个伸缩的一个管子 好,重点来的就是我们的主机 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主机 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主机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它的盖子来的 这样子 首先第一步 准备一个30毫升的纯净水 这个主机是空的情况下,直接倒入 好,第二步呢,物化杯 拿一个出来 直接放下去 第三步 这个硅胶 也是直接放上去 把它固定着 OK,第四步呢 把我们的虫草、多糖、绒菌、梅、绒叶呢 注射一半就是5个毫升下去 注射完了过后呢 这个看到吗 这是一个盖子 嘴巴朝外 直接这样子放上去 把盖子盖上去 确保它是紧的 就是盖好了过后呢 这个伸缩管套上去 好,这样拉的 然后呢 最后一步呢 把我们的这个面罩 口罩 这样子,摊上去 登登 就完成啦 好,要记得哦 我们的这个 外面呢 一定要倒一个纯净水 然后里面物化杯呢 也要放我们的虫草 绒菌、绒叶 如果都没有放的情况下 就开机使用呢 是会损害它这个机器的 记得哦 好,那我们现在安装完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电源插上 然后就开机使用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插上去最后面啦 插了过后呢 我们这个直接安装我们的电源 好,那现在我把电源打开 你可以看到它亮绿灯 绿灯呢 就是一个待机的状态 然后你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按钮 看到吗 按一下它 哦,蓝色 它就是开始 雾化了 它是在同时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同时雾化 你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有烟冒出来了 然后呢 那就可以 开始雾化 把电源打开 亮绿灯表示待命的情况 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一下 变蓝灯 它就开始加热的同时雾化 你可以看到它的 对 已经开始雾化了 然后里面呢 就是逐渐沸腾的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温度 67.8 好,如果我们在雾化到一般的情况下 它自己自动变成绿灯 表示呢 它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雾化 那我们此时呢 就去看里面还有没有剩下王俊梅 如果还有剩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按多一次 给它变成蓝灯进行第二阶段的雾化 那第二阶段呢 温度会比较高 如果已经没有剩下容俊梅呢 我们就可以把电源关上 那就结束了这一次的雾化 那我们呢 使用虫草多汤容俊梅呢 搭配这个加热雾化机 进行一次过后呢 就可以达到净化我们的肺部 也可以提高我们人体梅系统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拔掉 然后呢 这些全部都可以拆掉 然后拿去洗 这些全部拿去洗 但是呢 要记住呢 就是机身绝对不能进水 机身呢 是不能拿去进水的 把东西全部倒掉过后呢 进行一个消毒 简单的擦拭消毒就可以了 切记 机身呢 是不能够拿去进水 不然会损坏 好以上呢 就是使用我们加热雾化机 搭配虫草多汤容俊梅溶液的一个使用方法 谢谢大家